我们就迈入今天的正题 那也就是疫情之后 我们的留学的选择 我们需要考虑哪些点 留学还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我们还要不要留学呢 那如果留学的话 我怎么去plan我整个的留学的生涯 ok 那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会先来讲 这个留学还安全吗 这个问题 那现在由于这个无论是新闻 还是各种媒体吧 他总是会 这个当然了 你去看各个国家的这个疫情的数字 你也会发现 对吧 咱们中国是控制的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我们一些准备去留学的一些国家呢 可能啊 尤其是美国 对吧 这个他已经有点失控了 but anyways 我相信我们同学来这里的都不是想去美国的 那这个话题放到一边啊 那接下来我们会来稍微讲一下 所谓的种族歧视 是真的越演越烈吗 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吗 这个问题呢 我想给大家稍作一个稍微的回答 好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留学的费用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然后我们线上的授课还值不值得 那线上授课这个并不是指我们来学雅思 主要是指我们这个你和你的老师 对吧 你如果留学 结果你人没出去 人没出去 但是你 比如说咱们进了这个 这个爱丁堡大学 咱们这个有个学长 去这个爱丁堡大学 那现在他就开始上了一个网课 因为他人去不了 签证办不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值得吗 值得花钱去读这么一个研究生吗 一会我们来解答 然后最后我们会来说这个留学还香吗 这件事情 好吧 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可能 对吧 你们会有疑惑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 我们从各个方面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对吧 我们来比较客观的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之所以办这个活动 也是想帮大家解决你们的疑惑 对不对 那这个具体的人生路 当然是你们自己要做出选择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出过考试的一些新规定 然后我们就步入我们的第二part 也就是雅思考试的一些技巧 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留学还安不安全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我想先start with a chart 先是这么一个table 这么一个表格 美国的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我就没列出来 因为现在好像是已经很久不关心他们这个有多少数量 我估计是超过500万 对吧 应该是超过500万了 美国的故事咱们不讲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主要想去的一些地方 好吧 那首先呢 就是咱们大家大部分同学 我估计会去英国的会比较多 那现在他的病例呢 是在33万 which is a lot 对吧 就是确实是非常多 however 他每日的增长 大概一千 其实就还好 尤其是这个 毕竟英国也是好几千万的人口 对吧 那每日一千其实不多 还有一个就是说英国加拿大 包括澳洲 都是属于这个叫做免费医疗的地区 好吧 就包括我们留学生 去了之后你拿着学签 你也可以入当地的这个免费的医保 所以实际上你看病是不花钱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医疗是比较发达的情况下的 每日增长一千 其实对于医院的压力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也就是说你不用太害怕这件事情 就说不会像美国有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以至于他还在路上 对吧 传染你 那这个在英国加拿大澳洲 这个问题不大 然后加拿大大概是13万的病例 那现在的增长是比较少 大概在400左右 澳洲其实一直控制的就非常好 他控制是最早的 所以我们有 相信如果你们认识一些学长的话 他们这个有的 对吧 学长学姐去澳洲的 他们现在也是在国内 对吧 没过去 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是控制的比较严 澳洲政府也是比较这个负责任吧 他们管的非常的严 那这个现在的增长非常少 新加坡和香港现在呢 也就是从美国去不了之后 现在逐渐的也变成很多人想要去留学的地方了 那这两个地方当然你们去留学也是要考雅思 因为他要认这个雅思成绩 那是这个总病例的话 他都会非常的少 那尤其是香港现在每天增长 这是少于10个 所以其实还好 对吧 跟咱们国内其实没什么区别 那么如果我们从一个更直观的这个增长率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数字 英国的话 其实他们从这个三四月份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curve 其实就已经flatten 也就是平了 which means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美质新增的病例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实际上他们也已经控制的非常不错了 所以这个应该不会再属于我们需要太考虑的事情 尤其我们很多同学 现在如果是大二或者大三的情况下 你们出国的时候 应该疫苗肯定已经出来了 对吧 那这个疫情应该你不用太担心 那接下来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呢 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自媒体时代 对吧 咱们你们有很多同学 这个你们专业里边 对吧 就有这个做媒体啊 包括广告啊什么的 所以你们也很清楚 自媒体是怎么个情况 所以任何人你都可以发表信息 对吧 你发表的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由于我们现在还属于一个算法时代 那也就是说你手机上它有可能它会 由于这个东西比较吸引你眼球 它就会弹出来 故意让你看 那它在靠这个流量来赚钱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这是怎么个玩法 所以呢 我们就会总是发现 哎好像国外真是水深火热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这个首先呢 我想给大家一些 那也就是说 我们海外华人有多少 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一下 对吧 我们海外华人有6000万 那6000万人是什么概念 加拿大3400万人口 澳洲大概是2600万人口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海外的华人 其实比很多发达国家 整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大 OK 所以就是我们国外有很多华人 华侨 这就是定居的 还不算我们留学生 留学生的话 每年还有几百万 对不对 所以加起来的话呢 我们其实在海外人非常非常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大概一个月看到一起 或者说两个月半年看到一起这种事件 其实我 I would say 对吧 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All right 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那就比如说 这个咱们在国内 你也会看到一些社会问题 对吧 你不论是撞车了 还是怎么着了 还是打架了 这都是对吧 这就很普遍 很正常的一个新闻 它只是一个概率 但并不代表我们社会中非常的乱 那么有一个就是说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 哎呀 比较恶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对吧 就是叫做 有的说的难听一点 叫做黑命贵 对吧 那有的说的好听一点 叫做黑人的生命也非常重要 叫这么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黑人 他上街游行 同时呢 有一些不守规矩的黑人 他就开始打砸抢烧 However 那是美国的问题 因为美国他们有枪 但是如果你们想去流血的话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这属于英联邦国家 他们都没有枪 OK 就是 无论说所有人都黑带枪的 所以相对来说是非常的peaceful 很safe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就是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照片吧 这个是在温哥华的游行 对吧 温哥华 包括澳洲 英国 其实他们也都进行了这个 这个黑人的 为黑人 对吧 他们征求这个人权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你这么乍一看的话 你会发现 哇塞 好多好多人 那是不是非常危险呢 那实际上呢 对吧 我们会发现里面 你会发现里面都有什么人 就一半以上都是白人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如果你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 他们当地的白人 他比我们自己还要更care我们自己的人权 OK 那你比如说之前我在这个那马路上有一次 经过 当然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经过了一个这个比较穷人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这个路边上就有一些比较稀奇怪怪的人 那他呢就过来就是贴着我 可能想找我要钱还是怎样的 那我就装我听不懂 对不对 装我听不懂 我就往前走 结果呢 我都没说什么 我旁边来一个 白人算是大哥吧 那这个过来之后 结果把那个人帮我赶走了 OK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 就是非常 这个日常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说所有人会敌对你 反而呢 他们是非常helpful 路边的人都会 这个经常会帮助你的 OK 那如果我们再拉近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怎样呢 这个游行是非常非常peaceful的 其实任何的打造墙烧都没有 大家只是站在那儿 想要为这个群体发声而已 OK 所以这个呢 我就是想让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 这种事情呢 你不用担心 而且不会影响你留学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他们游行都是在downtown的地方 你们上学的地方 通常都不是在市中心 对吧 都是在大学城里边 所以说这个你就完全的不用担心 好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说 那我们留学的费用 那经过这次疫情之后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